欣赏完美景我们再来吃吃美食 现在正值黑鲍鱼捕捞的时节 高雄市一间五星级饭店 推出黑鲍鱼时令饗宴 除了各式各样黑鲍鱼料理 可以吃到饱之外 也将举办慈善晚会捐助弱势团体 对于爱吃黑鲍鱼的老头来说 可是一项好消息 想品尝营养价值高 肉质北美的黑鲍鱼 现在不必大老远跑到东港 高雄饭店业者就推出 以黑鲍鱼为主题的特色餐点 不论是吃到饱或是单点 都有许多选择 黄崎黑鲍鱼摆上桌 大厨现场示范刀工秀 去其花呗精湛刀法 每一回功夫 就把黑鲍鱼精华的腹部取出大半 接着切片油渣 再把佐料蔬菜菇类给加入 就是一道夏季可口的黑鲍鱼生菜沙拉 我们的烹饱方式 尽量是用少油少盐 所以我们因为鲍鱼它的油脂蛮丰厚 你在煎啊烤啊 它都会有一些油脂会分泌出来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太多的 用它的油量去做煎烤的动作 高雄市这间五星级饭店 庆祝周年庆 选在六月底前的黑鲍鱼捕捞旺季 推出黑鲍鱼各式料理吃到饱 不论是爽口的香肩黑鲍鱼强调口感的三杯起鱼味 或是鲜甜美味的炙烧黑鲍鱼 藉由黑鲍鱼捕腻的肉质口感来满足韬客们的挑剔味蕾 其实它的胶脂是可以吃出它的口感 还有它的那个下巴的部分 下巴部分它因为有一些油脂 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绵密 饭店除了在Buffet推出黑鲍鱼饷宴 让老韬一次尝遍各式料理特色 也将举办慈善晚会 发挥爱心帮助弱势团体 此外结合住宿旅游及美食的优惠活动 也让消费者心动不已 这次周年庆的优惠 住一晚送一晚 然后再送一张住宿券 所以其实也可以为往后的住宿来做安排 所以等于就是一举多的 像一场北美鲜嫩口感十足的 偷漏黑鲍鱼吗 可得好好把握六月份最佳长鲜时机 邀约三五好友家族聚餐享用美味 也能补充崩步的DHA 港督新闻王四五罗绍军采访报道